就在黑蛇真人满脸迷茫之时 洞府中的许风年更是满脸和惊骇 他能感应得到 洞府上空的黑云之中 有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而且 这股气息乃是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难道是因为这五行金丹 许风年看着丹田中五个大小不一 颜色不同的漩涡 此时 这五行金丹漩涡转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也不再吸收天地灵气 最多再过一时半刻 就会完全凝解成丹 许风年对于这大小不一的五行金丹 自然是并不满意 按照之前的计划 已经准备散丹重修 毕竟在这一次结丹的过程中 他已经摸索出一些东西 即便下一次结丹不能尽善尽美 五行金丹之间的大小差异 也必然可以缩小许多 然而 没想到他还没有散丹 外面的天地便是出现了一变 这天地变化 只怕是冲着五行金丹来的 五行金丹竟然会引得 天地生出如此大的反应 许风年心中震惊万分 天降结束 必因逆天之物 就如同楚杰以邪将林公谱 炼制出的法器 所以天降惩罚 但那只是微不足道的惩罚 甚至不会直接要了楚杰的性命 而现在 外面出现的黑云 却让许风年想到了一种东西 天结 五行金丹竟然引动天结 风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会有杰云出现 而且 这杰云 怎么是针对你的 这时 徐熙悦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我这一段时间潜心修炼 没有注意 你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熙悦姐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尝试着结丹而已 许风年苦笑说道 结丹 结什么丹 不对 你的丹田里面怎么有五枚金丹 而且是五种颜面的金丹 徐熙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最好像是被狠狠震惊了一般 不对 这是五行金丹 你竟然敢结五行金丹 难怪招来天结 这结丹之法 是从玄冰洞天得到的 玄冰洞天的长老 难道没有告诉你 五行金丹乃逆天金丹 结之必死 逆天金丹 这结丹之法 是从浩建宗一名弟子身上的得到的残本 许风年连忙说道 原来如此 我就说 玄冰洞天 怎敢留下逆天金丹的结丹之法 难道不怕灭门 徐熙悦恍然大悟道 许风年文言 更是震惊不已 玄冰洞天何等强横 竟然只是保存一门结丹之法 便会遭受灭门 实在是无法想象 我现在还没有真正结丹 完全可以将我金丹散去 只要散去金丹 天结应该也会散去吧 许风年连忙问道 天结已是降下 你即便散去五行金丹 多半也不会散复去 徐熙悦摇头说道 而且你的运气不错 结成的五行金丹大小不一 威力要差上许多 天地所降的天结也小了许多 最多是真正天结的1%而已 现在天结已降 所以这结束 你度也得度 不度也得度 若是散去金丹就亏大了 不是吧 姐姐还想我留下五行金丹 难道不怕我被劫雷轰成飞灰 许风年大惊失色 哭丧着脸说道 五行金丹之所以被天地所记 便是因为威力太过巨大 所以天地不容 以劫度化 如今你结成的五行金丹 虽然大小不一 但降下的天结也要弱上许多 完全有机会度过去 而只要度过此结 你便可拥有天地间 第一无二的五行金丹 法力之强横 无人能比 徐熙月说道 此外还有许多好处 光是五枚金丹所带来的修炼速度 许风年文言也是心动不已 但一想到 外面那恐怖的结云 她便只能苦笑了 虽然徐熙月说 这一次的天结 只是真正五行金丹天结的百分之一 但也不是她所能度的过去的 那结云中散发的恐怖气息 让她灵魂都不由地站立 她心中十分清楚 这雷结只要降下一道 便足以让她灰飞烟灭 绝无半点生机 你相不相信我 突然间 徐熙月的身影出现在许风风面前 美艳的不可方物的脸庞上 一双仿佛蕴含万千心灰的眼眸 看着许风年 许风年点了点头 那便结丹吧 姐姐既然说 你能够度过天结 就一定能度过 徐熙月露出满意的笑容 许风年轻呼了一口气 开始结丹 她的丹田之中 五色漩涡越转越慢 最后化为五眉 闪烁着不同光芒的金丹 而在这一刻 洞府外面的结云 也是如同沸腾一般的翻滚起来 天地之暗 一切失去了光芒 黑蛇真人 袁举越等人 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风年你如今金丹已成 这葫芦 也受你无数精血温养 可以说 已和你融为一体 你可以在上面滴血了 徐熙月指着许风年 挂在脖子上的木葫芦道 滴血 许风年愣了一下 快此滴血 雷杰可不等人 我已步伐要遮掩了天机 但雷杰一旦降下 定然瞒不过玄冰洞天中的长老 徐熙月此时 脸色已微微有些发白 许风年不敢多问 连忙取出葫芦 直接在指尖逼出一滴金血 点在木葫芦上面 木葫芦一如以往 将她的金血吸收 但这一次 许风年却有一种 截然不同的感觉 就似乎与木葫芦血肉相融一般 成了 你的修为 还无法催动此物 我来帮你 徐熙月主动牵起许风年的手 而后只向木葫芦念叨 天降雷杰 至宝有灵 速速护主 徐熙月一说完 许风年便是感觉到 木葫芦传出来一股恐怖的犀利 一下间将她体内 真气法力全部抽空 就连丹田内的五枚金丹 都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干叠起来 而身旁的徐熙月 更是一下间没有了颜色 如同被抽干一般 正在许风年心中大害 以为必死之时 木葫芦表面闪过一层光泽 停止吸取她的法力 一闪间便是消失不见 许风年不由吃了一惊 心想 这木葫芦竟然自己跑了 难道是被人夺走了不成 不然的话 无人操控 为何木葫芦自己会跑 许风年还没想明白 就是感觉到 外面的劫云竟然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木葫芦又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而且 此时的木葫芦又再次失去了光泽 变得和以前一般无二 平凡的 就像是一块普通木头雕刻成的一般 木葫芦在许风年面前悬浮了一息 便像是失去支撑一般掉落下去 许风年连忙伸手接 而在接住木葫芦的一刹那间 她的脸上也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汐月姐 这是真的吗 许风年看向徐汐月 她接住木葫芦的一刹那间 感觉到天结并非消失了 而是被木葫芦 吸入了葫芦空间之内 当然是真的 所以这只葫芦短时间之内 都不能打开了 须得等她把天结消化 才能打开 徐汐月神情疲惫地说道 姐姐 那你 许风年不由有些担心 放心好了 这一次虽然消耗极大 但我现在的状态 总比初十你的手好上一些 所以不用 时刻待在葫芦里面 徐汐月知道 许风年担心的是什么 不过 在我没有回到葫芦里面以前 你绝不能打开洞府 也不许让任何人 进入你的修炼地 否则我们都是必死无疑 汐月姐 我知道了 许风年连忙点头 不行 我还是先进你那 殷葵玄金刃中躲起来 有这件灵气掩盖我的气息 才能确保安全 徐汐月说道 此外 洞府外的七人 还有那朱蒂娇血藤 你要设法 封住他们的口 虽然我及时遮掩了天机 他们未必能 察觉到是天节 但也要以防万一 接下来 徐汐月又对许风年 吩咐了几句 几乎是确保万无一失之后 才让许风年 取出藏在体内的鹰葵 玄金刃 这件宝物 许风年竟来一直收在体内 不识计恋 虽然无法催动 但让徐汐月藏身 也是足够了 汐月姐说 木葫芦要消化天节 少则五年 多则十年 看来接下来几年 我都不能离开洞府了 据说成为玄冰洞天弟子之后 只有五年时间可以结单 此后不管结单与否 玄冰洞天都会分派下事物 怎么这么些年 我却没有收到分派 许风年将鹰葵玄金刃 再次收回体内 盘坐下来 喃喃自语 现在已是他进入 玄冰洞天第九年 按理来说 就算再迟 洞天的事物 也该分派到他头上了才对 怎么会一点消息没有 不过 现在对他来说 没有事物分派 便是最好的消息 若是突然间 有事物分派下来 他还真不知道 如何是好了 看来结单成功之势 还暂时不能让玄冰洞天知道 说不定 洞天便是因为我没有结单 才没有分派事物 一旦知道我踏入金丹期 必然就会分派事物下来 到时候 总不能把鹰葵玄金刃 留意在洞府 许风年心中决定下来 无论如何 不能让徐熙悦 置身于危险之中 楚兄 黑蛇 郭林道友 你们都到我洞府来 思索了一会 许风年便是向众人进行传音 不过片刻 楚洁等一共七人 便是来到许风年的洞府中 有一座粗糙的石厅中坐了下来 许风年这座洞府开辟出来之后 便将心思都用在修炼上 所以 整座洞府 都是未经雕琢的石头 诸位 今日发生的事情 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你们猜得没错 虽然发生了些许意外 不过 我还是结单成功了 许风年看向众人 面带微笑地豪气说道 九年了 总算是结单成功了 如今 我也是经单修士了 说话之间 一股气息缓缓从身上涌出 虽然并不强烈 但确实是经单七无疑 一颗经单吞入腹 我命由我不由天 许风年仰天大笑 好像抑制不住心中高兴一般 而听到许风年的话 众人自然都是欢喜不已 许道友 没想到 还是先我一步结单了 不过 我距离筑机巅峰也不远了 十年之内 我也必然可以结成经单 郭霖看着豪气甘云的许风年 不由一起往西 感慨万千 当年他和许风年 都只是小小的炼气漆 几乎差一点就葬身在活蟒洞窟之中 许道友 恭喜了 当年我就知道你不烦 如今足可证明我的眼光了 长吟笑盈盈地看着许风年 眼眸有些发红 他和许风年 还有赵素心都是 一起经历过生死的 楚洁则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满脸笑意 眼眸中充满欣慰 在他眼中 许风年就如子侄一般 黑蛇真人 则是咧嘴大笑 何都合不起来 心中第无数次的庆幸自己 抱对了大腿 许风年在玄冰洞天立住脚跟 他便可以借助 玄冰洞天的资源修炼 原因有望 许道友 恭喜了 李寒站起身 向着许风年微微一扶 又坐回石椅上面 气质如蓝一般 许道友 恭喜你成就金丹 现在早已超出约定的时间 你可以帮我恢复休了吧 袁举月看着许风年 不月说道 举月道友 你恐怕还要再等几年才行 许风年苦笑一下 摇头道 今天我结丹之时出现的异象 诸位想必也看到了吧 许风年见众人点头 继续说道 不瞒众位 我本是太玄门外门的一名弟子 只有杂林根的天赋 能修炼到这一步 其中艰辛难以想象 几乎步步 皆为逆天而行 而这一次结丹更是如此 想必诸位也应该知道 杂林根几乎没有踏入金丹期的可能 而我这一次能够结丹成功 所用的也是逆天之法 所以 在最后金丹结成之时 也是遭到反噬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才最终保住了金丹 听到许风年的话 众人皆是恍然大悟 难怪今天在许风年的洞府上空 会出现异响 所以 我的金丹如今极为脆弱 根本无法帮你恢复修为 即便强行出手 也不可能有效果 许风年看向袁举月说道 还请道友在耐心等待几年 让我温养金丹 巩固修为 哼 再等几年 你可知道 我已浪费了二十多年 而且你说 金丹受损 就是真的受损 袁举月咬牙切齿地说道 除非让我亲眼见到你的金丹 否则我无法相信 袁道友 你太放肆了 主人的金丹 岂容你观看 黑蛇真人勃然大怒 双目盯着袁举月 杀气狂用 金丹乃是修饰根本 应敌之时 都不会轻易动用 许风年刚刚结成金丹 岂能试人 黑蛇 不得无礼 许风年摆了摆手 然后看向众人道 你们先退下 到外面等待 历时 黑蛇真人带着众人离开石厅 只留下袁举月 袁道友 无法在约定的时间之内 这样吧 最多五年 五年之内 我保证让你的修为恢复如初 许风年看着袁举月 面色认真地说道 而且 你的修为恢复以后 可以继续留在 玄冰洞天之内修炼 什么时候想离开 都没有问题 在玄冰洞天 这样的伏地洞天中修炼 效果绝对好于清元圣山 所以 即便耽搁了一些时间 也不会影响你日后冲击武进 不管如何 这件事都是自己理亏 所以 许风年的态度十分诚恳 而且 清元族虽然只是 小分支而已 真正的清元族 强大无比 所以许风年 尽量不与清元族交恶 那就再给你五年时间 希望你不要食言 袁举月盯着许风年看了一会 不知道思索着什么 等了许久 才是点头说道 绝对不会的 道友放心 到时候 我还会给道友一些补偿 许风年说道 其实 以他现在的修为 完全可以帮袁举月恢复修为 但这样一来 金丹受损的谎言 就不攻自破了 他也无法解释 此前 乌云聚集在洞府上空的现象 接下来 许风年又把众人招回到石厅 让众人发天道誓言 不得泄露他结丹时 出现异变的事情 听到许风年的要求 众人也是 没有说什么 纷纷发出誓言 毕竟许风年 乃是用逆天之法结丹 自然是不希望消息泄露出去 有众人发出誓言之后 许风年的目的 也就完全达到了 正常情况下 他这一次结丹出现的意外情况 都不可能泄露出去 除非是结云凝聚之时 被玄冰洞天的炼虚七感应到 但这个几率极小 几乎没有可能 因为许风年这一次引到的天结 威力本就不是正常的天结 又位于许风年的修炼场之内 有阵法掩盖 而且 劫雷都没有降下 就被木葫芦收了进去 几乎没有什么动静 而且 最为重要的是 若是玄冰洞天的强者 察觉到天结 早就一探究竟了 众人离开洞府 许风年运转阵法 将洞府封闭 回到静世中盘坐下来 那是丹田内的金木水火涂五眉金丹 这就是金丹七的法力 许风年感觉到 体内澎湃的法力 双眸金光闪烁 他现在法力之魂后 十倍于筑击巅峰之时 而且 法力的威能也更强悍 催动同样的法力 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除此之外 他的身躯也得到了提升 虽然依然处于 今生不灭绝的第三重境界法身境 但身躯的强度 也不可同日而语 许风年能感觉到 身躯变得强横的同时 韧性也更加强大 好像身体的每一块骨头 每一根筋骨 都可以随意调动 可以柔弱无骨 也可以奸弱金刚 许风年心念一动 突然肩膀上第二双手臂 便是快速地收缩起来 只是一下间 递对双手臂便是消失不见 他扭头看向双肩 发现一点痕迹都有没有留下 随即 他又是念头一动 一双手臂又突然出现 再次变成四臂 哈哈 竟然还可以把多出来的双臂收起 许风年不由大笑起来 这第二双手臂 修炼制服部阵炼丹方面 可都是有极大的助力 有一句话叫 双拳难敌四手 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事实如此 特别斗法之时 掐绝失服 结印技法 多一只手 自然能多动用一种手段 不过现在第二双手臂 能够收放自如 自然也方便许多 否则双肩上扛着四条手臂 难免让人多看一眼 接下来 许风年又尝试着 同时催动五眉金丹 吸收灵气 进行修炼 但只是修炼了片刻 许风年便皱着眉头 停了下来 他发现 同时催动五眉金丹修炼 天地灵气 涌入他体内的速度 简直恐怖 但五眉金丹 却完全是独立运转的 就像有五个人 在同时修炼 而且吸取的灵气数量 差距却是极大 许风年这五眉金丹 大小不一 而金丹体积越大 吸收到的灵气 也就越多 如此一来 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五眉金丹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而五眉金丹大小不一 日后必然影响 许风年的修为静静 以及结音 难道只能先从 最弱的金丹开始修炼 等到五眉金丹 完全一般大小 才能同时催动五眉金丹 许风年面露苦涩 如此一来 五眉金丹的修炼 速度优势 就体现不出来了 至少在金丹期的前期 无法同时运转 五眉金丹修炼 但这样一来 前期虽然与 普通金丹修饰 并无差别 但后期优势 则会越来越大 许风年思索一会 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前期同时 运转五眉金丹的话 五眉金丹的差距 必然越来越大 到了后期 未必能够弥补过来 想到这里 许风年便是 只运转最小的 木形金丹 如今 他的五眉金丹 乃是以火丹最大 金丹次之 水丹再次之 而后便是土丹和木丹 不过 木丹只有土丹的 三分之一大小 想要修炼到 与土丹一般大 需要不少时间 正常修炼的情况下 没有数十年时光 无法做到 接下来仙徒渺渺 长路漫漫 修炼也不用急于一时 还是先帮皮黑子疗伤 让他尽快苏醒过来再说 许风年停止了修炼 反正他现在 也才不到七十岁 金丹寿员五百 他有的是时间 把皮黑子 从百寿袋中搬出之后 许风年便是施展 阴阳玄通针 开始为其化解体内伤势 踏入金丹期以后 许风年的法力 未能增长数倍 催动阴阳玄通针之时 已是有一种手掌阴阳 针定生死的气质 一道道豪芒 不断打入皮黑子体内 疏通经脉 嫡洗脏腹 一月之后 许风年洞府中的某处时事中 就知道我皮黑子注定 乃是天命之子 万妖之王 又怎会死于非命 我果然没有死 一只巨大的黑白熊 从石床上坐起 摸摸身上这里 摸摸身上那里 而后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 别笑了 若不是老爷我为你疗伤 你早就死翘翘了 还天命之子 万妖之王 许风年走入石室 满脸嫌弃的道 怎么是你 你怎么没死 我不是被救回族中了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灵气如此充足 和我们族中 也差不了多少了 看到许风年 皮黑子瞪大一双小眼睛 难以置信的道 许风年文言 脸色发黑 皮黑子这货 竟然以为他死了 而且刚才还笑得那么开心 真是白救了 早知道 让他自生自灭算了 或者 现在把他灭了 似乎也不迟 许风年打量着皮黑子 心中暗暗盘算着 原来是大老爷 救了黑子 您对黑子恩童再选 就是再生父母也比不得 黑子此生当牛做马 也报答不了大老爷 最少三生三世为奴 才对得起大老爷的恩情 皮黑子看到许风年 眸中闪烁的杀气 顿时一个机灵 从石床一跃而起 跪到许风年面前 一边磕头 一边高呼起来 算了 你没事就好 起来吧 许风年一阵无语 心想我又没那么小气 更舍不得杀你 你怕成这样算什么 看到皮黑子感激涕零 老泪纵横的模样 许风年也懒得计较 嘿嘿 多谢大老爷救命之安 皮黑子大喜 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笑嘻嘻地问道 大老爷 这里是什么地方 怎么灵气这么充足 我现在已是 悬兵洞天的核心弟子 这里是我在 悬兵洞天的修炼场 许风年说道 什么 你竟然进入悬兵洞天了 皮黑子再次瞪大眼睛 满脸难以置信地 打量着许风年 只是看了两眼 马上又跟见了鬼市的大叫起来 不对 你结丹成功了 皮黑子两眼发昏 差点当场吐血 许风年踏入金丹期 代表他最少 还要给许风年 种上几百年的灵药 而且 以前许风年的修为 还远不如他 结果他只是 昏迷了几十年 现在就超过了他 实在难以接受 以悬兵洞天的天地灵气 培植灵药必然事半功倍 而且 我这修炼场面积广阔 便是开辟万亩药田 也轻而易举 你们六尔非辟族的天赋 只要吞食灵药 便可提升修为 踏入三镜 对你不过轻而易举 看着大受打击的皮黑子 许风年安慰说道 而且 这片修炼场里面 本就长着不少珍贵灵药 完全可以作为药种培育 和皮黑子相处多年 这家伙的心思 他又岂会看不出来 万亩药田 皮黑子愤愤看着许风年 敢怒不敢言 这万亩药田 他就算睡得比狗晚 起得比鸡早也中不出来 你看这是什么 许风年不理会 皮黑子那愤怒的眼神 取出一块树丈高青色金石 这块金石的中间 有一个泉眼 青色的灵液 正源源不断地 从泉眼中流出 青梨灵水 皮黑子看到青色金石中 流出灵液 顿时露出震惊之色 青梨灵水用来培育灵药 可以提升灵药的生长速度 你竟然得到一个 青梨灵水的泉眼 皮黑子激动地围攻着 青色金石不停转圈 原来这些灵液叫青梨灵水啊 有了青梨灵水 我们可以开辟多少药源 许风年问道 以前皮黑子在双风骨的时候 一个人除了培植灵药 还要外出猎杀妖兽 用兽血来提升灵药的生长速度 确实无法开辟出太多药田 但如果青梨灵水能代替妖兽精血 就可以节省许多功夫了 一千亩 皮黑子思索了一下 说道 这么多 许风年大吃一惊 皮黑子竟然想开辟一千亩药田 虽然早就知道 这家伙贪心得很 但也没想到他贪心到这种地步 别活活累死 皮黑子拍了拍胸脯 表示没有问题 而且一千亩还不是他的极限 只是因为全眼中流出的青梨灵水 数量有限 即便经稀释 也无法供应太多药田 而且也并非适合所有灵药 都适合用青梨灵水培植 接下来 许风年与皮黑子商量了许久 离开洞府在修炼场四处巡视 最终在修炼场南面 选下一块面积数万亩的地方 作为灵药园 许风年在灵药园周围布下两座三阶阵法 然后又传讯众人 将灵药园化为禁区 才返回洞府 反正清梨灵水的泉眼 以及这些年收集的灵药种子 许风年都全部交给了皮黑子 任由他去折腾就是了 至于种出来的灵药分成 两人也商量好了 许风年拿八成 皮黑子拿两成 毕竟修炼场和清梨灵泉 都是许风年的 甚至大部分的灵药种子 都是许风年提供的 皮黑子就出一个人 所以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 皮黑子 最后还是满脸不甘地同意了 不过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皮黑子虽然满是愤怒 但一双眼珠子 却是转个不停 许风年对此 自然是看在眼中 这家伙嘴里说是 只能开辟千亩药田 却是化了一个数万亩地的范围 到时候 肯定会偷偷增加药田面积 反正 现在放任不管它 等灵药收获的时候 再算总账就是了 皮黑子恢复如初 林药田也定了下来 以玄冰洞天的灵气 再加上清理灵水 不用百年药田 必然可成气候 回到洞府 许风年站门前 眺望着自己的修炼场 一种安定的感觉 慢慢地涌上心头 这种感觉 和以前跟爹在一起 清理香荒草的时候 好像啊 踏入修仙界多年 许风年终于找到一些家的感觉 以后终于可以安心修炼了 许风年回到洞府 一挥手间 气雾弥漫而起 将洞府入口完全遮蔽住 时光如水 岁月飞逝 转眼便是过去了五年时光